你好 你好 首先 我很多謝你 你這幾個星期 和我一齊幾年凡兒 我和你分享五篇文章 和五個視頻 都有很多人表示他的意見 當然 我們紀念的時候 那個目的是找到一些力量 和一些團結合一 因為我們是邁向一個目標 將來 所以我們不是要紀念 以往的歷史 偉恩上的歷史 目的是大家覺得屬於天主的子民 耶穌的教會 我們迷向 向未來 雖然可能我們有些不同的意見 這個無所謂 泛意的精神都是包括 Unity in Diversity 即是多元中的合一 多元 包括也好 即是有些不同意見 但是最重要 最大 最重要的東西 是合一 那麼現在呢 我請你繼續 一樣這麼熱誠 做另外一樣東西 有一段時間呢 我們會分享 每日的選讀 我預備了幾百張 即是內自十六個犯義文件的 短短的一段一段 每日在網上呢 你有機會看一段 隨機選擇 選擇了這幾個 即是每日的一段 文件的 即是引用一張折 或者一張折的一部分 那麼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我想大家認識一下那個 泛意的文化 泛意的思想 可能你一看 你一看那段 泛意的文件 或者你覺得不太明白 那裡有 來自哪一個文件 如果你真的有這樣的 心想了解 多一點 然後再回去 在那個文件 在那裡還回 那張折 在那裡去找到 但你就算不太明白 希望你看一下 習慣了那個 即是泛意的文字 詞句 那個文件的說法 是一個很牧民的 很牧民化的說法 不是很神學化 不是用一些很深的字 多數泛意是平順圖 沒有讀過神學的人 都可以明白的 我很記得五十年前 當那些文件出現的時候 真是說 很多善會 拿一個文件 那些人 直接背出來 最重要的是 可以背出來 那背就是那些思想 那些文字 進入了你的思想 我們會繼續幾個月 都會有每天的選讀 如果你讀了之後 你都想分享 想講你的意見 那裡不是一樣 你可以在網上分享 很希望我們繼續紀念 凡義 用這個方法 每天的選讀 多謝你 多謝你